宣传大师 翻菩提萨多这有情 菩提是觉悟 萨多是有情的 照这个字面上直接翻译 古人把它翻作大道心 大道心也就是觉悟的意思 不觉悟的人哪有大道心呢 大道心 词音大道心 也就是真正发愿 修学要圆成无上的大道 那么发这样的心的人 依照这个目标方向来修行呢 我们就称他为菩萨 摩佛是大 摩佛是大菩萨 通常 我们称三行的菩萨呢 就称菩萨 称师弟 叫摩佛是大菩萨 也就是说 菩萨五十一个阶级 前面四十个位词都称菩萨 后面十一个位词 就是从出地到等觉 我们尊称他为大菩萨 金着上又常常用三行十甚 这个三行是三十个位词 就是诚出色情使 bij相 这是邪位 那么登了地之后呢 我们称他做圣人 就是大菩萨 三行十圣跟真理讲的菩萨摩护萨是同样的意思 那么这五个字呢 就是把大乘法里面所有修行的人全部都包括了 从初发心一直到等究 成就众生 菩萨跟声闻原觉不一样 声闻原觉只有自立而不乏利他之心 这个不乏呢不是没有 这个主要记住 我罗汉匹之佛也很慈悲 但是他跟菩萨不同的 就是菩萨是以亲近心平等心 主动的去骄傲众生 去帮助别人 我罗汉匹之佛不是主动的 有人去求他 他看得很顺眼 很投缘 他就叫他 他要看不顺眼 他一样不教你 所以他叫做小臣 不像这个菩萨那样的平等 那样的慈悲 无条件的教化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大众 所以他是悲智双运 悲就是他有大慈悲性 智他是有智慧 他有智慧 他有能力 所以这个名称呢 是自他接力 不但是自立也立他 立他就是自立 那么这称菩萨 再接着看底下的柱子 佛为法王 文书少佛家业 明法王子 菩萨种种智慧第一 非勇猛实质 不能振洁净土法门 古之错 菩萨种里面的代表人物不多 只举了四位 四位呢 足以代表这个法门 文书法王子 文书四位法王子 佛称为法王 这个王啊 是比喻 是形容 佛法是平等法 没有这个地位高下的 那么这个王呢 是世间法 是很不平等的 这是高高在上的 那么王呢 自在 他法号实力 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么底下的臣民啊 是唯命是从 一定要服从他 服从就没有自由了 就不自在了 所以这个王啊 是取自在的意思 那么佛对于一切法门 都通达无碍 一切法当中啊 他没有障碍了 他得大自在了 所以用王来表示这个意思 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的 像世间的一个过王 待王一样 不是的 他是取在一切法里面 得大自在 那么文书菩萨 这是智慧的 所以 所以他就是继承佛陀 教化众生的寺业 好比是王子一样 所以这个王子王都是比喻 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的 那么这个佛跟菩萨 跟我们大众地位完全是平等的 决定没有搞笑 那么这也表示 佛法的传承 教学是以智慧为敌 所以这个大小城经典里面 标榜的都是戒定会 都是戒定会 会是佛法 终极的目标 戒跟定呢 都是手段 都是方法 所以是因戒得定 可见到戒的目的是要得定 定的目的是开智慧 所以智慧才是佛法 修学真正的目标 那么可以说 佛法是智慧的方法 佛学是智慧的学问 我们今天称佛教为教育 佛教是智慧的教育 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 要认识明白的 那么在菩萨众志中 哪一位菩萨智慧神通的能 也是平等的 也没有告下的 那么为了表伐起见 每一个菩萨特别标榜一个特长 像文殊菩萨标榜的智慧第一 这个意思就在此地 那么显示这个法门 确确实实是要高度的智慧 神文中当中神异佛智慧第一 菩萨中当中文殊司令智慧第一 不识高度的智慧 这个法门很难理解 很难接受 所以一定是教者智慧第一的人 他成佛的机缘成熟了 所以才能将这个第一的法门 殊胜无比的法门传授给他 这是再次地代表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听到这个法门之后 能够生起大欢喜心 能够发大怨 一教风行 那么我们的智慧 这个智慧是抉择 就选择这个法门 这一个选择 那我们跟文殊司令菩萨 跟实力佛尊者没有联系 这个是至高无上智慧的选择 就是其他地方 我们比不上文殊菩萨 比不上实力佛 选择发门的时候 我们不比他差了 跟他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将来我们的成就也是相同的 在续分里面一定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 非勇猛实质 是真实的智慧 这个是 简别不是世间人那个聪明智慧 世间人聪明智慧不能解决问题 这是真实的智慧 那么才能够清正 才能够了解佛所说的这个话 所以菩萨中当中文书派在第一 这个第二位是弥勒 弥勒当来成佛 献据等着 以旧印尽佛国为要物 古列次 弥勒是凡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 是慈悲的意思 所以我们称他叫慈世 弥勒菩萨 慈悲 那么他的名字叫阿易东 弥勒是他的信 我们学佛的同修 每一天念的回向记 都念到 愿意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这个佛净土怎么个庄严法呢 口头上念 我们其实做到了没有呢 弥勒菩萨就代表这个意思 是以旧静庄严 亲近佛国为要物 假如我们做不到 阿弥勒菩萨 阿弥陀佛纵然非常慈悲 欢迎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 不止阿弥陀佛一个人 还有十十多多的菩萨 这些菩萨 各个都是清净庄严 敬佛国度 那我们是完全做不到 做不到是 我们到那里去 造成那一个过度的污染 那人家怎么能容纳得了我们呢 所以主要想的 这个庄严佛国度 现在就要做 怎么个做法呢 心静则突进 我们读经 我们念佛试问问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读经 一般人讲 这修行啊 你修的什么行 不愧也不知道啊 我们是把人无的心啊 修正为清净的心 心静则突进啊 那就是庄严佛国度了 心是正报 图是一般 一阵装严 所以我们天天在念 天天在修 假如我们度经念佛 我们这个心呢 没有把它修成清净 那么你对佛跟经教本念 当然我说本念也说得太过分了一致 那么这个念只有福报 这变成福德而不是功德 这个我们福文里面讲究有德了 这个也要知道 这个心不清净呢 你念佛念经变成福德 将来的福报就是六道里面的福报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你不能庄业佛国土 如果我们度今念佛了 真的念到心清净了 那就是说有功德 这个功德跟福德要分清楚 福德 这些人这是没办法出三戒 这个福本就一定要有功德才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戒 这是一定要晓得的 那么 那么慈是菩萨在此地代表的 它是我们苏婆世界的后部佛 信之等究 它是一大慈大悲 在佛门 慈悲上加上一个大 这一定是说明 这个慈悲是平等的 如果不平等的那个慈悲呢 就不能成为大慈悲 大慈悲是对于一切众生 以平等心 清净心 把苦欲乐 他有苦呢 一定帮助他 解决 帮助他得到快乐 利苦得乐 这个叫做大慈悲 平等心 主要知道 就是清净心 所以这个大慈悲 那就是心净突净 我们心里头 有等差 有分别 就不清净 所以平等是清净的意思 这个确实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那么尼烂菩萨代表这个 那么这个是 佛慧年中庄严 通通知足 这个是 这个是 王生净土 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你看 智慧 佛报 这是两位菩萨代表的 文书代表 智慧 弥勒代表的时候 这个 福德的 庄严 就是 心净突净 这是我们 当物之急 欧易大师 这一句话的时候 很重要 就是 严禁福国为药物 在 现前 就是要 清净心地 是我们当前的药 在这个三规里面 我们所修学的是 绝真经 本宗特别侧重在 静而不然 所以这个静而不然 是我们现在修行 最重要的 课题 这两位呢 是劝愿 下面两位菩萨 是劝行 不修习者 况且修行 不占天空 常经经者 自立立他 我疲倦过 这个不修习 跟常经经 要不和在一起呢 它是一个意思 能讲得通的 不修习就是常经经 常经经就是不修习吧 如果这两个名词 混在一起呢 那讲成一个 那就讲不通了 那底下一句就变成废话了 它必然有两个不同的意思 这个地方 大师给我们说出来了 不修习是讲他 这个奋法勇猛的意思 他修习的功夫 从来不间断 不要这个意思 这也非常之难 因为一般人 修习之所以不能成就 是在讲 原因在懈怠 懒惰 这一懈怠 功夫就退转 中国俗话常说 一日破之 生日寒之 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想一想 真的 一点也不错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天二十四小时 我们用几个中间功 我一天用两个小时功 那么是 一日破之 生日寒之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两个小时用功 二十二个小时间断 这样修行 怎么会有成就 换一句话说 就是真正用功 两个小时心清净 二十二个小时心里混浊 我们的功夫 敌不过毅力 这往生 就没指望了 很用功的人 我一天用十二个小时功 还有十二个小时 十三万 自然无的 那个往生 没有把握 一半一半的 很危险啊 必须要我们的功夫 真正能够超越 这才有把握 所以 古人用功 日夜不间断 佛在世的时候 僧团里面 这些人所表演着 这个出家人 出家人睡眠 你看 特别是小陈经里面 记载的很清楚 印度讲这个时间单位 是晝三时 夜三时 它是这个风法 叫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夜晚呢 叫初夜分 中夜分 后夜分 所以印度 古印度 时间单位只有六口 我们中国对于时间单位 比它 要细一些 我们中国把时间分成十二个单位 用紫筹 银毛 陈思 五位 十二个单位 那么我们中国的 两个时辰 才是印度的一时 现在我们所通用的 是用外国计算单位的方法 是把一周夜分为 二十四个时辰 我们中国成为小时 为什么成为小时呢 比我们中国时辰小 它二十四个 二十四个小时 那么印度一时 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 佛陀在世 这个出家人睡觉 中夜分 是睡觉的时间 中夜分是 晚上十点钟睡觉 两点钟就要起床 所以他的休息时间 就是中夜 换一句话说 二十四小时 他二十小时用功 四小时睡眠 所以他能成就 那个比例占得大嘛 这是我们自己要警惕着 自己要想在一生当中成就 不能不用功啊 不能不发愤啊 一定要学不修习菩萨 还得要修常经进菩萨 怎么常经进呢 我们自己修行是自立啊 除了自立之外 我们还要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并不妨碍自己的功夫 这个功夫是什么呢 主要想的 就是亲近不染 这个是真正的功夫 怎样才能做到呢 我们帮助人 心里面不可以有知处 不可以有得实 更不可以有供高我慢 哎呀 我帮助人多少 我对人有恩呢 你的心地就被染污了 一定要像般若经上所讲的三文体空 做而无作 我做了 心里面一点痕迹都不留 跟没做一样 心地清静 没有被染污啊 如果心里觉得我有做了 那你就已经有染污了 所以做而无作 无作而作 你这个心地 永远保持着清静 才能够到无疲倦苦啊 这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 自己修行 以及尽心尽力 帮助别人 应当有的态度 一定要做到三文体空 永远保持着身心的清静 不为外境所让 此等身为菩萨 必借求生净土 以玻璃建福 玻璃文法 玻璃清静 供养众生 乃能熟记圆满菩提古 前面 我曾经 给诸位同学报告过 文书破写 在华藏会上 与等着菩萨的地位 为什么还要求生净土 那么在此地呢 我们又看到 弥勒菩萨 不修习菩萨 常经静菩萨 这三位菩萨 也是等级菩萨 这都要发约 求生净土啊 大师再次地告诉我们 求生净土的好处 第一个是 不利监菩萨 不利监福 实时刻刻 跟佛在一起 第二个是 不利文法 监福 当然就听佛说法 文法 不间断的 第三 能够清净 海会 大众 祝上善人 聚会一处 你能够清净 供养 如果是以这三种事情 来看呢 我还有得不服啊 为什么呢 像我们 这对我们来讲呢 是讲得通的 对等级菩萨来讲 等级菩萨有能力 释放一切祝福 刹徒 他想去就去 活比到基督世界 这三个条件呢 都很难 将我们先服 可服 还不能够显示出 极乐的书生 华阳金 所说的 四十一位 发生大死 借随 扑行求生 尽土 行事出 无比资 无比壮观的大场面 那真正叫我们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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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说明 没有一分一分一秒的简端 这是西方世界的特色 等级菩萨 今天想亲近这个佛去听法了 明天想到我到那个世界去见佛文法 当中总有间断的时候 纵然间断的时间不长 他还是间断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见佛文法 跟那个主上善人 聚会一处 是一分一秒都不间断的 这样的书生 他方世界 没有啊 这个是行事出 极乐世界 是第一 以我们苏婆世界做例子 释迦牟尼佛 在我们这个世界 出现成佛 时间很短 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寿命 世寿 只有七十九岁 就圆节了 他老人家在世 为我们 奖金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年头代为 中国人喜欢虚数 就算五十年吧 释迦牟尼佛 和八十岁 讲究说法五十年 四十九年吧 灭度之后 世尊的法运 只有一万两千年 也不算长 一万两千年之后 这个世界没有复法 复法中断 一只要等 一只要等弥勒佛到我们世间 成佛 弥勒佛讲经说法 于是这个世界再有佛法出现 那弥勒佛什么时候来的 要过五十六亿 几千万年之后 他才会来 这个中断的时间太长太长了 其他祝福插土啊 跟我们所有世界差不多 很相似 唯独西方极乐世界 他那边人寿长 人人都是无量寿 那么这个无量 虽然在理论上讲 他还是有量的 因为将来阿弥陀佛灭度 观世音菩萨就集成佛位 所以他不简单 阿弥陀佛入灭了 观音菩萨马上成佛 就接上了 那么阿弥陀佛什么时候灭度呢 这个数字我们算不清 你们念无量寿经就知道了 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 西方世界 这个数量 佛还举了个比喻 这个墨金林神通很广大了 能够在一日夜之间 就是二十四小时 就把我们苏婆世纪 所有一切众生多少数 他都算出来了 以这大量的智慧 用一天一夜的时间 就能够算得很清楚 苏婆世纪是个大千世界 现在讲是银河系 确实不是我们人的力量能做得到 他说 假使释放世界的众生 这不是说一方 十方世界中生 统统都成了 辟知佛 神通能力都向 目见你 共同来计算 算这个阿弥陀佛的受量 算不出来 虽然是有量的 无量的 那个数字太大 没有法子计算 阿弥陀佛受这么长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受命都是这么长 这个真点 是一切诸佛插头里面 所没有的 所以我们要想长寿 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都算是短命啊 都不能算是长寿啊 唯独西方世界 是真正的长寿 佛长寿 菩萨大众都长寿 自己也长寿 所以永远不离三宝 这个佛发生是三宝啊 这才显示出 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法愿求生 生到这个地方 那就是俗极圆满菩提 这句话就讲 快速成佛 因为菩提路上 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 那么在我们苏佛世界称佛 或者是在他方祝佛插头里面称佛 都有进退 是进进退退 说实在话呢 进得少啊 退得多 因此 时间呢 就要很长 西方世界只有进步 没有退步 所以他成佛就非常的快速 所以 等救菩萨发愿往生 是为了快速成佛 就为这个原因 那么我们自己也想自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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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一快速 圆满成就 阿弥陀佛提供这个修行场所 实在是最理想不过 那么这是菩萨中 下面呢 是天人中 集尸体欢音等无量铸天大众聚 尸体欢音翻成中国意思 叫能为主 各位看这个注记 即涛丽天王 这个涛丽是凡语 翻成中国意思 叫三十三 涛丽是三十三 就是三十三天的天主 这个三十三天呢 是平面的 不是数的 所以有人呢 看到这个三十三天呢 佛法讲天呢 只有三十三 那这是误会 这个三十三天呢 在佛法里面所说的是第二层天 第二层天 那么数的呢 总共是有二十八层 那是一层比一层高了 这个三十三是平面的 平面的 好像一个国家 他有三十三个省一样 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他是这个天主 那么也称天王 我们中国人俗称 叫玉皇大帝 就是称他 那么我们看 有许多宗教里面呢 称这个天主 或者称这个天神呢 大概都是称这 套利天主 都是这样的 那么怎样知道呢 我们细细观察 这些宗教的典籍 根据他的理论 修行的方法 以及他们大道的境界 似乎都离不开三十三天 那么三十天 三天往上面去呢 一定要修成定 没有成定 决定不能往上再生 所以到达这个套利天呢 佛跟我们讲 你能够修十善业道 就能够生到这个地方 佛说得很清楚啊 持无界的人呢 能得人生 修十善的人呢 能生天 生天呢 就是生这个套利天 那么套利天往上去呢 这个十善业 还要加上定功 加上禅定的功夫 这个禅定功夫 实在讲就是清净心 确实比一般人心的清净 那么这个丁 修了禅定 禅定没修成功 假如禅定修成了 那就不再欲界天了 就到色界天去了 粗禅二禅三禅四禅 那地位就高了 虽然没有修成功了 他有一点禅定的基础 这叫卫道定 就是没有修成功的定 以他的功夫前身 送到叶摩天 斗帅天 华罗天 踏花四禅天 真正修成了 那就到粗禅一上去了 所以他需要加上禅定 所以他需要加上定功 那么四禅天以上呢 除了禅定之外 他还要修四无量行 四无量行就是慈悲息时 慈悲息时 加上禅定 才能够生到四界十八禅天 这是佛把这个英语古 都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 实体欢迎跟五无量驻天 实体欢迎等 等这个五无量驻天 下面等四王天 上面呢 就是等四界 五四界驻天 换句话说 这个法会当中 前面跟诸位同修提到 菩萨多 菩萨比我们人多 驻天 这天神多 我们入眼看不见了 这个度天天神多 所以这个法会非常 庄业 这个经文里面都有 夜魔独帅画落陶化 似乎是无量驻天 这个地方 为我们说明了一段事情 祝福菩萨 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语言成熟了 他就到哪个地方去教化众生 我们凡夫只看到我们人间的 哦 有福有菩萨 有善知识 在这里传播佛教 将近说法 出生里头有没有呢 有 墨鬼里头也有 地狱里头也有 地藏王菩萨 法里面 我不如地狱 谁如地狱啊 所以地狱里面 有佛菩萨 往上面去 四王天 桃临天 一直到 这个 这个世界四禅 通通都有 祝福菩萨 在那个地方 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 唯独 四空天 没有 佛为什么不到四空天去呢 这个四空天人不接受 他认为他自己 已经正得大涅槃 已经成福了 所以他不会接受 这个地方没有余 四空天以下 就是世界以下 通通通通通都有余 因此 我们如果说 其他的宗教 排斥佛教 这是一时啊 不是真的排斥 他能够信宗教 我们赞叹他 帮助他 他真的生到天上了 将来跟他的天主 跟他的天父 在天上听佛菩萨 讲经说法 跟我们现在听没有差别吧 他现在不许 他将来到天上 还是要求你 所以我们看起来很欢喜 不过的时候 你的学佛的机缘 现在没成熟 到天上就成熟了 你现在不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当你了解之后了 你一定会落于接受它 这是我们在此地能看到的 大众聚 这个大众是职 社方天人 拔布修罗人非人等 这个大众 包括我们世间 四众地 出家男众女众 在家的男众女众 参与这个法会 除这个之外 还有鬼神 这是把九法界的众生 统统不可进 上从等着菩萨 下至地狱众生 邪师出这个法门 无比的广大 正是所谓三根 人仆被力顿全收 只要能够相信 只要能够发约 只要能够念佛 没有不发生 所以这个法门 确确实实是平等的法门 是九法界众生 平等修行的法门 平等成佛的法门 说上平等修行 平等成佛 那是一切经里面所没有的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所说一切经 唯一读此经有 其他经上没有收过 所以这个经典 这个法门 确确实实是如来 度众生 拓轮回 辽僧死 成佛道的地境 我们有幸遇到 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那么到这个地方 通室 正性虚 就介绍到此 下面呢 是本经的别虚 叫法企虚 法企虚也 别虚是法企虚 建土庙门 不可思议 无人能问 佛子昌 一阵名字为法企 这个地方文长 一共可以分成三个小段 到这个地方是第一小段 我们先介绍 这一小段 净土 为什么称之为庙门 它究竟庙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的 然后才真正体会到这个法企虚 它最妙的 就是它的方法非常简单 关心 无量寿金 以及本经里面教给我们的 支持名号 名号呢 只有四个字 阿弥陀佛 你只要能老实 你只念 不管你懂于不懂 你要把这个理论 都搞通了 四十真相都搞明白了 你念这四个字 通常我们叫理 理明白了 当然很好 你不懂 不明白 不明白 没人给我讲 没人给我讲 什么都不懂 我也死心塌地 念这句 阿弥陀佛 那叫四年 四年 无论是理念 是四年 都能成功 这个妙啊 所以这个法门呢 你喜欢研究金教 可以 哎呀 这个太麻烦 太啰嗦了 算了 你们去研究 我不研究了 我就念这句阿弥陀佛 行不行 行 你就四年 这个路 往往这个四年呢 真的成功 成功很高 理如果不通 是半通不通 那反而变成障碍 那理啊 那必须真正把它贯通 真正贯通不容易啊 那是要上等的智慧 像前面讲的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决定不是说 理念呢 会得理一心不乱 四年会得四一心不乱 不是这样的 四一心是将见思烦恼断 你明白了 你明白了 见思烦恼没断 那还是不能算一心不乱 所以他的功夫啊 两种念法功夫是平等的 都在乎你功夫的前身 你所得的成就 功夫成篇 四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这个妙啊 所以这个法门 能够普遍堵托一切周神 不管你懂不懂 那么这是要有真正的信心 决定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而不间断 你就成功了 这是妙 行诗这个法门呢 一心平等成佛 这个方法也是平等的 像前面举的例子 文书明了 他念佛 老实念佛 他明了 他做理念 我们不明了 我们也老老实实念的句阿弥陀佛 那么我们在方法上 他念一句阿弥陀佛 我也念一句阿弥陀佛 没两样啊 我们采取的方法跟文书普遍是相同的 我们采取这个法门 选择这个法门跟文书普遍相同的 修行方法跟文书普遍 也相同的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所振到的国位 那怎么会不相同呢 当然相同啊 所以这个法门叫平等成佛 平等的方法叫妙门啊 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没有这样说法了 也没有这个事实啊 那么这是我们要想的 所以他真正不可思议 不但我们一般凡夫问不出来 大致舍利佛尊者也问不出来 那至于智慧第一的文书斯利法王子 他也问不出来 佛说法了 都是要有人齐情的 佛才说法了 这个法门呢 太深了 太妙了 等着菩萨都问不出来 那么这个法门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释迦牟尼佛观察大众 观察这个余会的大众 机缘呢成熟了 机会到了 什么机会呢成佛的机会 诸位要晓得成佛机会 决定不简单的 无量寿经上讲得清楚 是余会这些大众 每一个人过去深重 生生世世无量寄来 已经中了上根 已经供养了无量无边的祝福如来 这是你过去神经中的修点 在这一生当中呢 齐心行动 就是这一生当中成熟了 从什么地方能看得出来呢 佛说出这个法门 听了就生欢喜 听了就想见阿弥陀佛 就想到极乐世界去 肯念这句佛号 这就证明 你无量寄的善根 今天成熟 这一成熟 祝福欢喜 所以现在 有得受访一切祝福如来 冥冥当中加持 你怎么不欢喜 法喜充满 这就是证明我们成佛的机缘成熟 所以佛不需要你请了 赶快就端出来了 不要请了 就为我们详详细细说出 一生圆满成佛的法门 这个一生圆满是对一切众生所说的 因为它是平等法门 只要依照这个法门去修 绝变平等 所以没有人问 佛自己说出来 这个昌就是昌说 为我们说出来 一报是西方极乐世界 正报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把这个阿弥陀佛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为我们说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本经的法起 所以它的法起很特殊 很特殊 第二段呢 又佛只见机无谬 见此大众 应问净土 妙门而获四夷 故不是问便自发起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刚刚呢 我也说出来一些 佛观察大众 成佛的机缘成熟了 这个观察没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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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缘成熟 佛要不说出这个法门 对不起大家 假如不成熟 佛要说这个法门 就讲废话 为什么呢 讲了大家不接受 大家不相信 这不就讲废话 所以大众机缘成熟 佛非常欢喜 无比的欢喜 实实在在说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实现的叶独明心 实现的叶独明心 实实在在讲呢 他就想把这个法门 跟大家宣布 看看大家的机缘没成熟 只好把这一桩事情放下 给大家 给大家讲这个大小城一切方法 来培养机缘 除尽机缘 早一天成熟 用这个方法 等待缘 一成熟了 可以接受立刻宣布 这是佛教化众生的苦心 英文进途妙门 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接受了 那就应该听说 这个法门 佛不等问 这就说起了 那么这个当中有一句 而获死一 四种利益 这个四种利益 佛教的名词叫四希腾 四希腾 这个谈呢 就是谈了 中国的意思就是故事 习就是普遍 就是平等地词 平等普遍不识 这一共有四种 这个第一种呢 这个第一种呢 叫世界希腾 众生得的利益 叫欢喜 这是世界希腾 一切四世的真相 为我们宣布说出来 我们听了之后 我们听了之后 能够生欢喜喜 所以这个 一切佛法的宣扬 对众生来讲呢 都是四种利益 这个世界希腾 就是世间一切法的真相 这个意思 佛为我们宣布 为我们说出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听了之后 明白了 身欢喜喜 这个第二种呢 叫为人希腾 是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是觀察眾生的機遇 印記說法 你需要什麼方法 他就給你說什麼方法 這一條呢 令一切眾生得深善的理由 像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大病就是缺乏倫理道德的觀念 這是社會不安定的 天下大亂 佛如果在這個時代出現 一定都說倫理道德 使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身處 善心 善悅 善心 得這種利益 第三種叫對峙 對峙是我們有毛病 有毛病 佛說法的時候 來治我們的毛病 這個德滅霧之一 前面唯人是聖山 這一條是斷霧 斷霧 斷霧聖山 這個第四呢 是講第一意義系譚 那麼前面三種 四個問題 前面三種都是世界法 最後一種呢 第一意義是出世界法 第三是規制 第二是為人 第一是世界 前面三種是通世界法的 後面一種是出世界法 那麼這個德滅義處 就是我們講的正口 這個悟道正口的這個理由 那麼現在 佛為我們介紹阿彌陀佛西方极樂世界 給我們講西方 西方確確實實有极樂世界 极樂世界裡的確確實實有阿彌陀佛 我們聽到歡喜啊 那麽這是本明經裡面講的 那麼這是本明經裡面講的 世界系譚 到了西方极樂世界之後 你一定見到阿彌陀佛 你一定見到阿彌陀佛 只要支持明號 發願求生 就是善根福德 圓滿的偏情 這是聖上的利益了 阿彌陀佛 這個就是為人 不口意的物業自然不會寫錢 坦誠之慢 也不會有了一句佛號 統統把它壓住 這個就是 對抵折 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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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折我們的煩惱 喜氣 的這個滅惑之意 那麼念佛 念到功夫成熟 我們現在念佛 諸位一定要曉得 很多同學告訴我 我們雖然念佛了 忘念很多煩惱 還是起來遇到事情的時候 還是脾氣很暴躁 念佛好像沒什麼效果 其實不是 是你念佛的功夫不夠啊 你要加緊念 功夫夠了 這些問題自然就解決了 使自己功夫不夠 要努力認真去念 念到功夫深了 這功夫自然成片 再深自然就得自意性不亂 再深那就得理性不亂 只要達到功夫成片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有把握了 有什麼把握呢 我老實告訴各位 想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 想在這個世界多住幾年看看 也不愛宿 這生死就沒有了 就六生死 這真的不是假的 那麼也許各位也問了 那要念多久啊 才能有這樣的成就呢 你如果是真的念 三年足夠了 你看不長吧 哪一個法門三年能成就 唯獨這個法門三年會成就 怎麼知道三年成就呢 因為過去現在 許許多多修行人 用三年時間到達這個成就 太多太多了 他們三年能成 我們三年為什麼不能成呢 我們三年不成 說實在話了 你不乖呀 你不聽話了 所以你沒有念成功啊 你要真老實 真肯聽話乖乖去念 三年一定成功 哪個不自在呢 所以這個法門 為什麼奢放一切祝福讚嘆 一切祝福 都把這個法門介紹給大眾 有它的道理在啊 那麼這是第二個意思 第三個呢 若凡王今下見 自唱魏浩雲 摩金盧舌鬧等 智者判作發其虚 烈可知也 那麼這一段是偶一大死 判底下這一段經文做發其虚 古來註解 古來註解 彌陀經上沒有的 古人註解的這個 底下這個經文 就認為它是正宗分 序分到前面就完了 偶一大死 把底下這個三句 判作本今的發其虚 這是個創舉 雖然創舉 也有利可遠 這個例子上 是隋朝時候智者大死 註解凡王今 這下卷呢 就是凡王菩薩戒本 他將前面這個寄送 判作序分 因為那個實在家 一般人也把它看作正宗分 智者大死判為序分 偶一大死 語言這個例子 所以把這一段文 判作發其虚 當然是他的間諦 祖師過去曾經有這個例子 這個是他這個叛教的依據 那麼這個事 第一個是說明他有根據 第二個是大死謙虛 那古人 不是他自己 發明的創舉 實在是大死 非常非常的謙虛 那麼 局 凡王今的這個例子 那麼凡王今 下一篇呢 這是菩薩戒本 流通最廣 在中國出家人 受菩薩戒 都是以這個戒本 為依據的 那麼一直到現在 年這個在家戒 也有不少人呢 使用這個 凡王戒本 那麼台灣這幾年呢 也有提倡 音樂戒本 作為這個菩薩戒 音樂戒本 就出在這個 《幽婆色戒經》裡面 這個 這個 說這個 戒條的 這一部分 比凡王戒呢 少 只有六眾二十八千 那麼他前面呢 有幾首記子 像此地所講的 摩金盧舍那 方作蓮花台 周札千花上 父親千世家 大肆將這段序文 這段這個經文呢 判作序文 也是釋迦牟尼佛 沒有人欺欺 自己把自己的身份 地位名號 說出來 跟此地底下經文 二十佛告 張老舍利弗 從世西方 過十萬億佛徒 由世界明月積落 其土由佛 好阿彌陀 經現在說法 這個意思 例子很接近 所以他把這一段經文 判作是 阿彌陀經的 發起序 這個發起序 是佛自己說的 就是 這個判法 實實在在講 只有奥伊達斯一個人 其他的這些祖師大德 註解阿彌陀經 這一段經文 都算是正宗分 他對於這個經典 續正流通三分 跟一般祖師大德的看法 不一樣 他有他的近低 說得非常之好 所以近代 這個 這個應光大師 對這個註解的讚嘆 說 即使是 故佛再來 給彌陀經做個註解 也不能超過其上 這個是 是 應光大師 把奥伊達斯這個註解 捧到了巅峰度 沒有比這個更高的 我們細細看看 應光大師說的沒有錯 說的確實是死實 這個註解 真的是至善圓滿的註解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